主料,鲜鱿鱼100克,豆腐200克,母铃一个,主料,小油菜,香葱,姜,蒜,XO辣酱,辣酱,盐,鸡精,烧酒,油,骨胶粉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用餐人数,1-2人,豆腐切丁,红椒切小块,鲜鱿鱼洗净,切圈,葱姜蒜切末,锅中放油, 冰箱葱姜蒜,放入XO辣酱,和大酱煸出香味,放入鲜鱿鱼炒芹,放少许水,加盐,胡椒粉,烧酒,鸡精调味,放入牡丽调味烧至入味,放入豆腐,红椒块烧至入味,最后,放入小油菜烧至短生即可,放入烧热的时候中生猪了,烹饪技巧,牡丽在中医里就是一味道,功效是, 脸因,前疗,止汗,暴弹,鲜鱿鱼的营养,一,利于无可发育和造血,能有效治疗停血,二,缓解疲劳,恢复势力,改善肝脏功能,又抗病毒,抗射线作用 如果喜欢短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